说让我离开六五零电台 要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 我们是主要以美食类节目为主 美食节目 那可以 要不然我能走吗 那是 我跟那边领导都敲了好几次 我说我坚决不能走 来吧 紫盛 这就是你后的家了 我坐哪儿呀 这儿 好 打雷子 台长我还是坐你身边吧 当然 你的位置目前还是稳的啊 目前还是稳的 台长 这个设备怎么带 你就是带头上 带头上 然后说话就行了 OK 这一次非常惊奇 六五零第二季团圆 全员到齐 该来的都来了 该走的早走了 咱们今天就是最完整的六五零 首先非常非常欢迎这个新的成员 徐志诚啊 我是志诚 我是志诚 很开心来到咱们六五零电台 这也是我们这个六五零电台自桃花屋开录以来第一次面向全社会性的一个大直播 希望大家把这次活动办好办稳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都表表中心 大镜开始 我会干好 你这太简洁了吧 我现在汪台长以及各位前辈老师的共同帮助下 咱们这个六五零会越办越好 我也希望我能尽我的绵薄之力 很绵薄很绵薄的力 你是完全这个就找到这个节目的精髓了 上手很快啊 刚开始确实不太适应 你要去接受他们那个话语体系 当你慢慢接受之后 就在做自己就好了 做自己该做的事 徐志胜还没来 为什么就能够成为我们六五零的成员 主要就是我们的汪台啊 慧眼识人 汪博 千里马常有汪博乐不常有汪 我感觉六五零能有今天离不开汪台的 很上道啊 我只希望为六五零做点自己的贡献 对其他的东西没有欲望也没有追求 徐志胜觉得自己的脱口秀和李雪芹的脱口秀比谁更胜一筹 我哪敢给雪芹老师比啊 看看 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回答啊 就跟对汪台长一样 就是忠心耿耿 哈哈哈哈 哦 那李淡呢 李淡 淡姨 王日黄花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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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哈哈哈哈 徐志胜 我觉得很佩服的 我觉得他在那儿 会有比我在那儿效果更好 最近在桃花雾 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件呢 傻之男是什么 主要是屋里凉快 所以我自己也有点自知之明 我感觉大镜挺不一样的 因为大镜是登过最高舞台的人嘛 对对吧 然后我有感觉 会有一些这种世界冠军的霸道 霸道 那我不能一见面光给你一脚啊 哈哈哈哈 对 但是大镜给我的感觉就是 很平和 很放松 而且也很幽默 对 很幽默 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毛雪王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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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不能再给其他节目做宣战了 你看看 南木老师 我俩是第一次见应该是 但看过很多南木老师的作品 哎呀 雪芹呀我怒过过我俩 我俩插肩过 哎呀 你来了 你来了 哎呀 上辈子五百万次 不是 五百万次 五百万次 我俩五百万次插肩 我俩上辈子没干别的事 光插肩了 俩是不是正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 要不我这边俩溜肩 我找到原因了 我这肩中炎也老严重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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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今天是至上第一次 正式来我们六五零进行播报啊 非常的开心 你今天第一天来 咱们六五零最重要的一件事 今天交给你播报了 呦 那这个事可真是太大了 嗯 大家都拿小本本记一下 嗯 搜索微信小程序 一粒低温乳品官方期间内 就可以购买咱们1.6倍鲜活应用的 经典冷藏鲜牛奶了 是的 没错 不仅如此啊 还有周期购可以一次下单 周周配送 实惠又方便 真的是实惠又方便 说的我都想喝一个了 来来 走一个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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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最近不得了 最近不得了 我们的六零荣誉团员 武大靖先生 参加了我们神舟十四号 发射现场的一个加油助威的活动 给他们助威送行 天哪 然后混了一个他们的苹果 哎呦 哇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那么下面 又到了我们希腊采访的环境 有不少微博网友向我们投稿了 就关于开心的力量的内容 他说如何正确面对社会 然后这个网络世界交流无无障碍 但是现实生活中 还是有些接不住的梗 这个问题我们听听志胜 用他来分享一下他开心的力量 到底是分享开心的力量 还是回答这个问题 按照顺序都解决一下 明白 你看刚刚就是一个接不住梗的时候 你就提出问题 来让自己缓冲一下 对这个事情越了解 你就越容易出梗 两个人交流的话 你不要着急出梗 就是听 听着听着你感觉 这个地方我有个好的想法 对我可以插一嘴 你然后再说 我就感觉就是多交流多聊 谁都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幽默 对对对 但是 这剩还是说真的幽默 现在信手拈来就是一个小玩笑 给到大家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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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朋友问就是说 开心的事情总会结束 他想请问大家 如何面对开心结束后的空虚 五大镜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哈哈哈哈 那么咱们就是说 徐志胜一定有非常非常好的 我想也是 哎呀 我已经早有准备了太多 哈哈哈 哎呀 就你要告诉自己 这种才是常态 就那种抱开心的这个不是常态 你这种空虚 这种生活中平平淡淡 这才是常态 你要接受这个常态 很多空虚是因为你老是不接受 你不接受现在的平淡 你不接受现在的空虚 那你就这个空虚了嘛 你接受了那就不空虚嘛 但我觉得空虚就空虚呗 想受空虚 对 可能我在那里面可能体现不出来 我自己的优势 或者是他们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我可能算是一个一个 外行吧觉得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桃花屋 不光可以可以有六五零 我们还有新的元素 大师傅 啊 太好了 谢谢谢谢 考王 考王 你把六五零工作辞了吧 咱们三单独搞一个 我们有烧果汤我们有串 然后还有朋友 然后有朋友 对对对 概念大概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深夜食堂的那个 你们来个二五零 深夜二五零 可以吧 深夜二五零 妈咱是不是得换装去了 走吧 然后等会跟大家宣布个事 明天呢 这个消息其实不太 不太好 怎么怎么呢屋长 他们层层领导跟我 探讨讨论 说让我 哭 你哭 哭 我看你不哭的 说别 哭 快点 哭 说让我离开六五零电台 要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 希望王台批准一下 你们弄个新的节目也是 要么对打了呗 对不对 你以后得是这个舞台了 哪个时间播吧 我们是我们是主要以这个美食类节目为主 美食节目 丝毫跟这个没关 要不然我能走吗 那是 我跟那边领导 敲了好几次 我说我坚决不能走 我心中的领导 其实也是我 我没办法 只能只能去那样厌护一下吧 因为毕竟你要你要从一个岗位 跳到另一个岗位 你会会不知道怎么去沟通 没啥的 没啥的大剑 咱们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品牌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关键是我下回再想来可不好来的 也不用你别把他当家 没事 没事 小脸 你看看 吴大靖卸任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 他其实有他 属于他自己节奏的幽默 确实他可能 没有那么的适应这种 强输出的环境 我相信 吴大靖也是一个内飞泰非常充沛的人 所以他的压力 他的焦虑会比很多人多 所以他才能够那么的优秀 然后 甚至我觉得我六五零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所以也希望吴大靖 有找到自己更喜欢的师爷吧 嗯 这里是六五零 Radio 桃花屋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是永远的六五零 大靖 六五零变态会越来越好大 现在支持也祝我每一个成员 未来都可以非常的开心 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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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